追寻梦想的道路往往不是一帆风顺 但有梦想的人一定是幸福的 因为每一个梦想都会在舞台上绽放璀璨的光芒 大家还记得 远在云南香格里拉的白马小学 缺水的孩子们吗 612冬节当天 助力企业活拳 米老头带着员工给每一个孩子准备的礼物和大批饮用水来到学校 给朱家等一百多位孩子带去了欢乐和希望 今晚雅迪第七集中国梦想秀第九期继续发生 梦想大使周立墨 国际推广大使约翰尼德普 超级奶妈贾奶量 著名影视小兵演员朱世茂 一起携手助力梦想 明雅丽齿的十三岁灵国女孩 与神经奶爸加奶量 合作双华 欢乐演绎 舞台版爸爸回来了 打起旁边的袜子 我就直接给他擦 而一群平均年龄 61岁的奶奶级舞者 首当舞台 一段经验的蒙古族舞蹈 给现场带来了震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天哪 他们的梦想是需要专业的包装和音乐指导 我们就是编曲编舞服装道具我们都可以帮你们解决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全部结果 最终他们以255票获得了金海岸的助力 今晚的这梦里 来自天南地北 他们的梦想独特而又美丽 太极篮球酷炫登场不久 钢铁侠机械战警又重装上阵征服全场 首风琴大师追忆浪漫跨国初恋 现实版山楂树之恋让人感动 卖肉饼的逗趣小夫妻 竟有泰坦尼克号一般的浪漫爱情 欢乐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坚强和乐观 一段段充满着感动与泪水 欢笑与掌声的梦想 正在迎接照亮现实的一天 执着坚持期待 今晚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喝彩 惊吻巴巴 天理不容 欢迎现场三百位梦想观察团的朋友们 梦想的路上由雅迪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 这车车全球领导者雅迪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梦想秀 第七季 我是雅丽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梦想大使 周立波先生 欢迎波波老师 好 有请今天第一位军牧人 上场 欢迎订阅 第七季 第七季 机械战警 铁血战是钢铁侠 这三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可不可以想干什么 这里有保安吗 这里 这个是今天专程为波波老师准备的保安兼保镖 这个材料是用手工做的还是用机器做的 全部都是纯手工制作 那亮 你觉得这些东西做的酷吧 我觉得太酷了 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梦想是希望能够 有一次去好莱均学习的机会 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但是这个梦想有必要去实现吗 至少我没有看出来 为什么 我满眼看到的全部是美国人的创意 我希望如果满眼看到 哇哇没有一个是我们曾经看到过的 你牛 看到过的 做出来的 这并不牛 我今天除了要说出我的梦想和团队的梦想以外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面 我希望能够说一件比我梦想更加重要的事情 我是一个离开家十年没有回国家的人 就是因为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我让父母非常的伤心 然后我一气之下就带着我当时的女朋友 走了 你们是私奔吧 准确讲叫私奔 我说实话 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 然后我自己私下写了一些东西 我希望能够念给他听 稍等 如果 肖飞 这是你的梦想吗 这个比梦想更重要 我为你的梦想投票 超过240票 我就在这里 让你向你的爱人表白 因为这里可能比较有仪式感 如果没有超过240票 你要反思 祝你好运 准备投票 准备投票 5 4 3 2 1 开始 等到管结合 因为 nos请倒 tenho camer 2 5 3 3 6 4 6 5 6 7 8 我不说爱 学买 想您换 条件 记匯 3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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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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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3 3 3 4 2 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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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Cinematic palabras 说给父母听 女朋友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说不行了 希望今天的暂停 是你明天永远的继续 谢谢 梅瑶的音乐为你松心 谢谢各位 谢谢 肖飞张机会回家 与父母团聚吧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 亲情和爱情 对每一个人来说 弘扬重要 要请下一位继续人上场 各位朋友们好 伯伯老师好 伯伯老师 你是山洞的 有点像 我家是山洞省 早上是以城区的 我的名字叫王震 我的英文名字叫Rose Rose Rose 就是玫瑰了 玫瑰 Rose 对对对 你先生是不是叫余祥 余祥 你如果叫Rose 你不是英文叫Rose 你先生应该英文英文叫余祥 你们俩出去就是一盘余祥 Rose 这样的就是这个Rose呢 是那个泰坦尼克号里边的女主角不是什么 女主角叫Rose 对 长得可漂亮了 可性感了 我也想叫Rose 就是体验体验那种 那种 那种美的感受 我也想当玫瑰 我是90 我90后 你 蛮像的 我 你笑的时候 打声招呼好吧 你经常笑在我的药业里面 好 现在可以笑 表演什么节目 我今天带来一首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 你不会叫我这样吧 你是不是也想体验一体验那个浪漫的感觉 你这样说我要乱想的 好吧 你先表演一个节目 谢谢 谢谢 开始 难道他要带着这个围裙 带着袖套 来给我们和波波老师一起表演 Rose和Jack在传统那一幕浪漫的戏吗 每天早上起床 五点半天没亮 去上岸地三轮出发 路上没有信任 好孤单 好孤单 安不怕 做个肉饼 安鲜 长长 好孤单 你真的好想 只要三块半就能一尝 我非常喜欢太坦尼克号 里面的爱情故事 太让我感动了 唱的主题曲 我姓永恒 我很想虚 但是里面全是英语 我只能把我的词 填上了 里面唱的 就是我的真实生活 我现在就是 靠卖了一只肉饼 来养活我的肉饼之家 肉饼 已经白光了 起上岸 你三个车 回家 我们不够的遥远 我的心情还清浪 向远远 月亮 一样 太特别了 非常特别 谢谢 谢谢 波波老师 这个 你就每天唱着这首歌 卖你的肉饼 这个车子就是我的肉饼台 我平时就是 骑着电动三轮车 然后出去卖你的肉饼 但是妹妹 我做的肉饼烤好吃了 你听我选 口齿流香 三块五一个 买多少给便宜 还有果子 还有烤肠 你当我是储流香的吧 我还有一个 那个两楼的电动车 是雅迪拍子的 骑了有四五年了 都骑烂了 就除了喇叭不香 骑个地方都香 你说的是雅迪吗 就雅迪拍子的 你看这个车子 都是有一次 其实我不小心 就是天黑嘛 就是骑的时候不注意 把那个拍子给撞掉了 然后牙还在 滴烂了 不好意思 平时我都是骑着 我的电动车 带着我老公 然后就抖缝 然后我老公 从后面拦着我的腰 就感觉像太太尼克号 可好啊 我感觉很浪漫 那么他摟着你腰以后呢 你这个时候会不会放开 对 有没有放开过 这个一楼要么 这样一楼就 如果我这样的话 我估计那个牙字也没有了 你刚才在说牙地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牙地 这边企业有代表 哦 不就知道吧 是那个老板吗 你不要以为 头发少的都是老板 我感觉他坐在那里 是最突出的 最有特点的 这个 这个 好 Rose的男朋友叫什么 叫叫叫鱼香 不好意思 我做不了你的鱼香 人家又没做 做你鱼香 我的老公也是 广头 后来呢就是 稍等 你的老公也是广头 就是我老公不如 这老总长得好看 我老公也来了 你老公 等一会我看看他的 会不会 你乱甩 你老公 不知道 要比你帅多少人 兄弟你好 你好 伯伯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快五年了吧 这五年的日子 你是怎么过来的 就是阿良是 恩恩恩恩恩恩恩 过来的 就像太坦一个号的 那个 那个兴致一样 没呢就是老婆 亲自我 带着我的时候 好了 见到宝宝老师 很解冻 那你也不能去老婆 老婆也不能 骑着你 我们想 我骑着电动车 老婆在前面 我在后面 都是都是楼子 咬着 给他一种 安慰的感觉吧 安全的感觉 你你你上来 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恩我的梦想 就是开一间属于我自己的 一间肉饼店 我现在不是 骑着电动散轮 卖那个立立肉饼吗 就是 太不卫生了 刮风天 下雨天 就是大风浅气 就做立立肉饼的时候 在外面操作 就很早 你想 开一家对吧 啊对 就开一家 如果要是以后 如果经过我的努力 经过我的手艺的话 如果干得好的话 以后 再开别的连锁店也行 他的梦想 是不是你的梦想 恩是的 我老师 因为我看他整天给外边卖肉饼 也非常辛苦的 比这家家庭的情况下 也不太太好 就是因为人家 感到现在脑雨血会热 他妈在窗 就是也不能动 妈妈好吗 我妈妈爽目失明20年了 那么你的主要精力 都放在照顾老人 对对对 我在家的吧 就是动态着手术 主要的警觉来源 就是他 麦如荫 整天风里来 雨里去的 也非常不容易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们家和一般家庭 反一反 就女主外 男主内 就是那也没办法 就是吧 毕竟还得 照顾两个老人吧 我是这么认为 我认为你们不是穷人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你们勤奋 我们现在就是经过 干净的努力 现在正一步一步的 慢慢想好好转一些 你老公是不是 你心目中的男神啊 我老公是最爱我的人 也是我最爱的人嘛 我感觉 我感觉非常幸福 虽然过得平淡 我感觉挺幸福的 挺浪漫的 老婆一直这么开心吗 就是他平常在家 就是虽然假定情况这样 但是他也非常开心 就是每当出去 卖肉饼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开心 就是我自己打的时候 他上面都大 就喜欢唱歌 就是吧 就是他能唱上一两句 也非常高兴 有时在家他唱的时候 我还跟他搬路来 他一般就是 他吹那个呼噜斯巴还行 就他唱歌特别难听 就一唱歌就要人命那种 我一般都不敢让他唱 你要你要把 你把余香叫出来 陪他下来 上来是吧 哎 请请余香 上去了打歌 走 请上写 让梦想照亮肉饼 有请余香上场和如此会合 好好好 在新疆结束的时候 为我们表演 夫妻队长月亮代表 男的姓 是吧 谢谢 你不要抢你老婆回头 不是 你一抢他会疯的 推台坐同车上来吧 有没有 借个晴凳 要有场景感 切上 喂 你暂停面积太大了吧 往前走 往前 往前走 不要考虑直接舒适了 哎 好 这个 月亮代表 你的呀 开始 轻轻的雨 感觉 轻轻的雨 K 轻轻的雨 你阻碍 唇希望 你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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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愛你有幾分 請你別再說 請你終於續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前面有些人 來吧 你看到前面有些人 來吧 沒有沒有很有激情 非常浪漫 能夠成為你們電動車的一部分 我感到我上的榮光 但以後如何再有何少機會 請給你提個小小的意見 別把口水噴在我的脖子上 太短 太短 那雅迪要說話 真伯伯老師我非常樂意來幫助這對夫妻 倒不是說他因為他是我們的老客戶 我覺得今天晚上他給我們詮釋了什麼 是幸福 其實幸福就是真實自然流淡 對 就是樂觀地面對生活 雅迪的夢想基金 非常願意幫助他把這個店開起來 剛才有兩萬塊錢的這個租金 另外呢也要注意衛生 所以我們還有專業的設計團隊 幫你把這個店設計得漂漂亮亮 再追加兩萬塊錢的這個裝修基金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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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車啊就是騎了五年 歡迎輛全新的好不好 人家是有結過婚的兩個人哦 沒問題啊 這個不安全吧 因為因為據他老公說 他一抱他不抱他不開 他一抱他就這樣 郭郭老師的意思是好是成雙 就說老公老婆一人一輛 對 啊沒問題 這邊是想品嘗一下他們的快樂 然後呢 向他們預訂一年的訂單 一天二十個可以嗎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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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夠品嘗你們的這份快樂 謝謝你們 喲喲抓莊大客戶了 一天二十個 20乘以365 七千三 七千三百塊乘以一塊三毛五是多少錢 三塊五 我說倒過來啊 三塊五是多少錢 兩萬 花財咯 花財咯 為這對快樂 勤勉的夫妻 為他們的夢想 進行表決 如果超過兩百四十票 他們將得到亞迪和孟知蘭的夢想支持 祝你們好運 準備投票 一 四 三 二 一 開始 一 一 一 開始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因为是你们的快乐 好 继续努力 继续快乐 保持方向 美好的音乐 为你们的重心 好 谢谢各位 谢谢伯伯老师 谢谢 快乐的小夫妻 生活的困难 一定是暂时的 只要勤劳 相信在不久后 开张的肉领铺 一定会带来幸福 我准备能开肉领带了 我太幸福了 我想你通过我的努力 通过我的爽脓 我的摄影会越来越好的 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 大家好 伯伯老师好 你好 妹妹 来自于哪里 我来自宁波 你多大了 我十三 十三岁 多几年级 初一啊 被你长得稍微 迷你了一点对吧 你应该是做前三排的 我做第一排的 班级里面一共有几排 班级里面一共有六排 一共有六排 第七排做了一个人 做了一个人谁 我们班一个很调皮的女生 女生 所以看 时代不同了 男女不一样了吧 以前我是做最后一排的 今天你谁陪你来的 今天我爸妈陪我来的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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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好 这个小张同学的妈妈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是中海人寿的一名保险员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爸爸是做救生法制造业的 看得出平时一直受女儿压迫吧 没有啦 我们家很和谐的 你爸爸一看就是个老好人 女儿性格像妈妈 妈妈在家里面基本说一不二 我看得出的 没有啊 基本上是我说一不二的 家里面事情决定权是谁 有些时候是我 有些时候是他 是不是没你爸什么事吧 我爸爸有些时候也有一些决定权 那等于是说没人听的 那等于零 好尴尬 你在表演什么节目呢 因为我最近在看浙江卫视的爸爸回来了 然后很喜欢贾乃亮哥哥和他的宝贝女儿甜心 而且今天我演的这个节目跟甜心有关 所以我很想请贾乃亮哥哥来跟我一起完成 老师上去了好吗 对你们合作成功 合作成功好了 哥哥老师 贾乃亮叔叔站在这张桌子的前面好吗 OK 然后我在后面说话贾乃亮叔叔根据我说的话来做动作 来 走 我叫贾乃亮 我今年两岁了 不是 我女儿今年两岁了 平时呀 她最爱是我给她包的饺子 我一个星期给她包一次饺子 不给她包 她就哭 哭起来是没完没了 我包饺子 剁馅之前有一独门绝技 我不洗菜 直接切呀 我女儿口味比较重 爱吃果冻 QQ糖 脱鞋 脱鞋 脱鞋呢 她边吃还边啃 香啊 真香啊 小的时候她饿了 都是我给她喂的奶 有一次 我没喂好 把奶撒了她一脸 我一着急 拿起旁边的袜子 我就直接给她擦 袜子 袜子呢 给她擦完脸 我就擦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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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奶奶厉害 你能够混到现在也厉害了 你还准备继续折磨奶奶哥哥吗 不折磨了 都看不下去了 好了 那我先下去了啊 好 好 好 希望你梦想成真 谢谢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能和您 共同主持一次 一周丽博秀 这提了个难题啊 这个 这真是你的梦想 对 这真是我的梦想 我现在站起来 同台了吧 那你还是个梦想大师 没事 我现在是你的同事 和我同台 然后呢 想干什么呢 和你一起主持 好吧 你这个参加过多少电视台的节目 我猜猜啊 你应该站上有灯光的舞台 有摄像的舞台 应该不下 应该不下20次 你应该说应该不下200次 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最好的成绩是全国六个金奖 什么金奖 语言类五个金奖 英语类一个金奖 换一个梦想吧 因为这一次面不容易啊 我们已经同台了 再换个更有意义的梦想 比方说 波波老师说一个 你很聪明 这么小的女孩 不应该用智慧 但我应该用聪慧 你不要聪慧 我觉得和波波叔叔同台 不算梦想 只是计划 而且我们这是边外计划 已经实现了 我可以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吗 可以 谢谢 金奖牧送我一程好不好 好 让我们送波波老师 回到他的工作岗位 好 我看你是一个非常 要强的女性 其实我觉得她压力很大 你相信我的话 不要去像其他那种秀 把这孩子包装得像天使一样的 回去就是两把心酸的脸 真的没意义 我一直在想 我们都是普通的人 然后呢 也不可能陪他到老 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话呢 让他多学点 多见见四面 是这样子的 现在孩子就应该快乐 现在功课已经这么多了 你还给他参加那么多比赛 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少了 可能小学的时候比较多 因为你刚刚说了 他身体长得比较小 所以说初中的时候 我就让他留在身边 这样就是说 我也从更多的时间来照顾他 这样 我明白了 妹妹这样好吗 嗯 你们能不能跟我谈 你真实的梦想 到底是 其实我最真实的梦想是 其实我最真实的梦想是 我一直希望能带妈妈说去旅游 对这是我最真实的梦想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以前妈妈说 她最大的梦想是想周游世界 但是她为了我 放弃了这个梦想 我想帮她实现这个梦想 妈妈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你身上 而这种花在你身上时间 你是很感激的对吧 对 但是有没有觉得有的硬性相加的也有吗 我不需要的你也给我了 有吧 没有 没有 我永远认为 妈妈爱我是一种幸福 妈妈爱你是一种本能 你爱妈妈才是一种觉悟 我永远都爱我妈妈 我永远都爱我的家 但是你前面的眼泪还是真的非常感动我 就说明你是个感恩的孩子 对吗 奶量 我其实也是经历过来的人 我当时其实也有逃课 但是那个时候父母省得钱来让我学这些 我只觉得他们对我是好的 我可能跟大家一样 会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会多或多或少 在他这个青春的年龄失去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突然间听到他母亲说 也许我们可能陪他走不到最后 我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社会里更加强大出来 能够更加的适应这个社会 我其实挺感动的 好 请上前 让梦想照亮现实 我来安排一次 让你们全家人都记忆深刻的 让孩子真正放松的全家亲自由 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 也希望我为你重新推敲的梦想 能让你带来快乐和见识 祝你好运 准备投票 五 五 四 三 二 二 二 开始 我的失望 准备投票 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 谢谢大家 好棒好棒好开心啊 好了不客气了你 毅然这么快乐的小学生 好不好 赶紧去给妈妈祈祝 加油加油 感恩的泪水 让我们知道了你的懂事 希望这次圆梦之旅 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轻盈精彩 张妹妹加油 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 欢迎欢迎勇敢地去追梦吧 来有请欢迎你们 你好赛哥 没事慢慢来 我老师好 你好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海龙 今年多大了 今年25岁 今年25岁 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个情况 比较特殊的情况是 因什么导致 我得了一种病叫剑动人 我在去年的时候 就想参加中国梦想秀 后来因为我这个病 我去年就是 手我也不能动了 过去能弹键盘 因为我这个病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不能唱歌了 也不能 没事没事没事 现在有药物可以控制吧 没有 是不是这种 不可逆的 但是它可以控制吧 用干细胞来控制 干细胞来控制 那现在呢 现在 做了有两年了 现在还没事 做的效果怎么样 反正能维持生命吧 不让发展 你介绍一下后面 都是你的同学 还是同事 还是邻居 是我的兄弟姐妹 你的 但是没有血缘关系 是我老爷老爷收养的孤儿 我们是一家人 然后我们是 平时都生活在一起 但是并没有血缘关系 是因为爷爷奶奶 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他们是 是企业家还是 他们是 玉剧演员 是专业演员 专业的 对 我爷爷奶奶是 被评为 玉剧的 国家一级演员 优秀表演艺术家 表演艺术家 对 我爷爷是以前的 河南玉剧团的团长 团长 然后后来退休了 那个爷爷奶奶 今天来了吗 来了 来了 他们在哪里呢 在嘉宾室 我们先看看这个 外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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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大家子 真的是挺温馨的 对 能不能说说 这五个孩子 你们是如何结缘的呢 98年的一次回乡看亲 让王宽 王淑荣夫妇 意外地接触到了 这群孩子 然而这次相遇 却改变了这对夫妻 以后的生活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 二位老人 当时总共三千块的月收入 虽不算过得很宽裕 但至少还算是体面 他们一人一人义无反顾地把这些孩子们接到了身边 从此 从此不光要照顾外孙王海龙 家里一人一人义无反顾 家里一人义无反顾 家里一下多了六张嘴 六张床 这一群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 外公外婆 我想问一个很复杂 我心里面就是老师这个心病一样的心里面过意不去 我跟我爱人就是我们两个就商量了 就是说资助他们上学 原来就没有想到收他们 那就是一步一步地把他们都接到家里面收养回来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其实是 就是为了给姨姨奶奶一个惊喜 因为姨姨奶奶就是从98年照顾我们到现在 已经十几年 其实姨姨她特别辛苦 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她毕竟是一个国家一级演员 她为了我们去唱茶馆 就是 就是我姨姨每天晚上八点多去茶楼去卖唱 到凌晨五点多才回来 很多年很辛苦 她去场馆的时候都是骑自行车去的 她就是郑州有很多家茶馆嘛 她一家一家的泡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国家一级演员还要去茶馆唱戏 被人点戏 有时候她在茶馆待了 就是待到凌晨四五点就不会被点到一段戏 她自己就在那里坐冷盘凳 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练功 去河面练功的时候就会还看到爷爷在自己在那喝闷酒 抽闷烟 不仅如此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刚开始还没有来到郑州的时候是在老家上学 爷爷奶奶看到我们家里没有人照顾 就想让我们都接到郑州上学 为了上学爷爷一直到郑州每个学校都一家一家的泡 因为我们不是郑州的户口那时候需要那个接读费 而且接读费好像还比较高 好像一个人都需要那个两三万吧 如果我们几个都来郑州上学的话 肯定就是交不起学费 爷爷为了我们上学一家一家的 挨着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求校长 到最后去郑州南洋路一小的校长 接受了我们 我爷爷奶奶非常感动 当时好像是在校长办公室 就激动的不能行 说孩子们可以上学了 就给校长跪下了 特别感谢他们 妹妹 这样好吗 我觉得你爷爷很了不起 因为我都可以感受到他做人的尊严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把爷爷跪下的心说出来 爷爷不需要人同情 您跟外公绝对是个有慈悲 有非常善良的这么普通的个老人 我前面问的问题就是说 您只不简单地回答就觉得 你看到你觉得这是应该的 对 我们就是想应该的 我们虽然帮不了大忙 资助不了大钱 但是我们感觉到帮助别人也快乐自己 我今天要在中国梦想修的舞台 圆我一个梦想吧 唱一首歌 送给我的老老老爷 好 唱一首 《时间都去哪儿了》 给我的老老老人 演唱一首歌 门前的书长 心仰 若離開 無憂開花 單身醋了好多花 藏進了饅頭白髮 記憶中的小腳樑 柔肚肚的小嘴巴 一生吧 還交給他 只為了一生幫忙 時間都去哪兒了 還沒好好地守面前就到了 生兒養兒 一輩子 把老子都是孩子扑得小的 時間都去哪兒了 還沒好好看過你 眼睛就慌了 柴米油也半輩子 轉眼睛只是想 滿面的正溫暖 像海龍這樣的條件真的 他如果是一個正常人的話 他的眼神就可以上台 他這個眼神真的給我感覺 真的是為舞台而生 去年海龍就給我提出來 我想自己養活自己 當時一提 我說 乖乖 你怎麼自己養活自己 他說你給我買一個話筒 買個音箱 把我推到那個鄭州二七塔下面 我每天唱歌 我絕對能掙到錢 我掙到錢 我自己能養活自己 我還能幫助和我病一樣的小朋友 我孩子給我提出來這個問題 我覺得您已經得到了 您已經得到了 當時我掉淚了 我們感覺到孩子這個樣 沒辦法 我們就總希望 這個咱們祖國的醫學能夠發達 能夠好好的治好孩子這個病 就是我們的夢想 所以我林一個接觸這個 海龍這個病比較多 你能不能幫我們指條路 看我們能夠幫上什麼 無論是醫院的資源 或者是我們 婆婆老師 到 我們現在 根據我們家庭這個情況 根據孩子這個情況 我們現在不需要資助 只要能保住孩子的生命吧 就是慢慢的 看最後能怎麼樣 稍等 我們老茂大哥要講 茂哥 您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現在在上海做的這個肝細胞 是上海市政府很支持的這樣一個項目 我會跟他聯繫 可能會給海龍帶來一些福音 他太好了 謝謝 我覺得海龍是一個特別特別善良的孩子 像你這樣的狀況 而且還能想到去幫助別人 我非常敬佩您 也更敬佩姥姥姥爺 我覺得他們這幾個孩子 也很幸福 當然 因為從這兩位老人身上 他不但學到了他們的手藝 更重要的是 從他們身上 這16年來 學到了怎麼做人 你自己工資兩個人 加起來三千多個錢 能夠照顧這幾個孩子 如果是以後需要上大學的話 我相信我和波波 我們兩個人都會支持你們 各位孩子們 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只有絕望的人 外公 作為國家一級演員 能夠到茶館 被人點唱 這叫責任 沒有血緣的孩子 就因為 98年的一次結緣到現在 16年了吧 外婆 16年了 外公外婆偉大的就在於 她不是拍案而起 她是365天 我不會放棄 我一定會放棄 謝謝老師 謝謝伯伯老師 雅迪 這個 雖然說外公外婆說 不需要資助 但是我覺得 剛才看到這個樂隊啊 我覺得不能缺少這個 所以我們 前期 先賺10萬 用來治療 海龍的這個 她的病 謝謝 火球 伯伯老師 我想先 向這個外公外婆 舉一共 為他們的大愛 謝謝 謝謝 那麼其實我想 火球企業 為他們捐助文化錢 來幫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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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老頭 我想先向爺爺爺來舉一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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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是我想代表明兒頭 拿出十萬元 因為我覺得在 在爱的这条路上 你们 是我们梦想助力团 每一位企业和每一位人士的老师 我们希望把这句 这份爱汇聚在你们那个地方 谢谢 我在这里想说一说 坐在这里的梦想助力团 他们用一种非常清醒的方式 在表达他们的爱 就是对梦想的爱 我想他这个十万不是因为是钱 他的意义远远超越钱 这是什么 这是善良对善良的一次认可 然后其实我觉得 时至今日 你当然对外公外婆感恩不尽 但是我相信从今天开始 外公外婆也可以开始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 郭文老师 我们老两口来到这个中国梦想秀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你们是干什么来着梦想秀 他说他们都说给奶奶营业一个惊喜 是是 我说是啥惊喜啊 如果我们知道都是为王海龙这样子的一天 我们坚决不来 我们坚决不来 我知道 而且我坚决相信我们老 至少我们老一辈艺术家 那种针针铁骨 外婆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曲解 你们到这里来的意思 因为公义 实际上不但要有慈悲的心 还要用行善的力 自己不强大 如何去帮助别人 梦思兰 我刚刚也特别能够理解 就是姥姥说 不想要资助 我们愿意向他们预定商业演出 以商业演出的方式 然后希望能够表达一份我们的敬意 表达我们的祝福 孩子们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兄弟姐妹的梦想是 帮姥姥姥去办一个 非常盛大的金婚 我来 我肯定来 什么时候 我们也是今年知道 他们是结婚50周年 我听他们两个说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非常的简单 然后奶奶也没有穿过婚纱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想来 实现这个梦想 老董老师 希望给我们把这个金婚 我们衷心感谢 大心眼的感谢孩子们 但是我有个想法 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我们现在已经70多岁的认了 名字也不少 心情也很好 身体也很健康 不如把这个欠呢 再搞点公意事业 这是我写年的话 不要我们不同意 不要高那么级 就是 我们没有误会 我们不会认为你们过来 来要求帮助 一切顺其自然 我觉得更好 爷爷 我首先我报名 我来策划啊 先生你好 首先我编了一副地链 我想送给那个爷爷来 上年是 半世纪牵手 台米油盐 辛勤又孤儿 苦也恩爱 乐也恩爱 风风雨雨 终不回 下年是 五十年同心 三甜苦辣 茶茶茶 吃麦汤 苦也甜蜜 笑也甜蜜 海枯 食烂 心不变 横批世纪家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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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天文集团 会在资金各个方面 提供全面支持 世纪家园 我们世纪家园 一定要给这一对 世纪家园 举办一个世纪的 金婚典礼 非常感谢 金海岸的艺术总监 在中国随便什么地方 你们跳 全程的策划 执行 我们大家一起 帮你做掉 你想去海龙旅游 五十年的婚礼 纪念完了之后 我恰巧可以去安排 他们全家的蜜月旅行 全面 不得了 你开始 这是梦想观察团 这是本季看到的第二次 包灯 全面 外婆外婆居然做了这么多好事 你们也行行好 外婆我这样脖子蛮酸的 你能不能下来 能不能一步 好吧 有请外公外婆 闪亮登场 哇 哇 哦 饭饭饭 你看这种 拿了 好好好 前面虽然外公不同意我们跟他们 搞 搞这个金婚 但是我们 我觉得我要代表 浙江卫视 圆梦办 在这里决定一件事情 你们的金婚 我们办定了 要给你们这么善良的友爱 我们今天才知道的爱 画上一个金探好 金婚 拜拜 天宝 天宁不容 衷心感谢 谢谢波波老师的 准备投票 五四三二一 开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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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爱无疆 好 为人一生名安 美好的音乐为你们送行 看见这幸福的一家 我们要为染约老人的无私大爱 再次奉上掌声 你们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 祝你们金婚快乐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会让爱继续延续下去 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 请问来自于哪里 伯伯老师您好 我来自北京 我叫杨帆 杨帆 我是从事一个普通的一个音乐工作人 音乐工作人 对 你今年归根 我今年十二岁 越活越年轻 因为很多朋友问我这个 我觉得我老告诉我的朋友 我就是十二岁 我希望自己永远十二岁 所以年龄心态还是智商 各个方面吧 好 先看你的才艺表演 再来谈谈你的梦想 好吗 谢谢 我能让我的爱人上来 跟我一块儿共同完成吗 当然夫妻不能分居两年 谢谢 请上 请我的爱人上来 这是你的爱人 对啊 这是我的爱人啊 原来爱人是一台首风琴 首风琴 这台琴呢是意大利 布布里厂 专门为我制作的 我那属于比较昂贵的吧 我看到了贝格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年龄应该比我大多了 我不是我 你不说我 我就猜 来来 估计这位大哥 四十四十五岁左右 我感觉看起来像 好吧 他年龄一定比我大 五十二三岁的样子 我是这么小 我六三年了 差不多五十二 五十二岁 我就十二岁 你喜欢站着来还是喜欢 我可以站着来吗 OK 开始 咱们 詞曲 李宗盛 一目左右 你可是赶我走 我要给你我的给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想 一无所有 你可是赶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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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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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 把教父的音乐 跟那个 一无所有放在一起 我相信你当中有许许多多 常任所没有的那种激情 然后你的感觉一上来 我想这高手 还真挺高的 说说你自己吧 这个我心爱的爱人啊 给予了我很多东西 包括我的音乐会 包括给很多电影 包括孔雀 丽春 山楂树 山楂树 对 我也是参加他的录制工作 杨帆是中国首区一致的 首风琴表演艺术家 出生音乐世家的他 十岁开始拉琴 至今已有四十年 曾举办过个人首风琴演奏会 他不仅在国际上率获大奖 而且成为了张艺谋等导演 电影首风琴配乐的不二人选 观众熟知的山楂树之脸 孔雀 丽春庄 婉转音乐的首风琴声 也都出自杨帆之手 我呢 实际上 作为搞音乐来讲 是一个从小的 自己的一个 强烈的一种爱吧 和梦想 但是呢 当时很小的年龄 当时我在学芭蕾 我怪不得是八字脚上来的 我也听说了 这部分老师也是学芭蕾的 不是挺说的 是事实 但往事如烟算 我们两个学过芭蕾的男人 我非常喜欢芭蕾 因为我觉得芭蕾所培养了我很多 在舞台上的感受 我能有今天这种东西 跟我学舞蹈 有特别强烈的一种 一个内在的联系吧 后来呢 就到了部队 公共团 在那待了四年呢 后来我觉得还是想上大学 后来就回到地方 当了两年的保安 完了呢 就上了四川音乐学院 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这里面有人吗 实际上今天来呢 就是还想 我一直是自己现在 单身一个人 对 因为每天我得花很多时间练琴 到现在我每天得保证 五六个小时的练琴时间吧 所以这样的话 更多的时间我是给了音乐 音乐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爱 因为自己觉得 已经把一生都托付给他了 生活当中有些东西 是一种现实 是一种我渴望不可及的东西 我就是认命吧 他才能让我在演奏当中 有更多的激情 对于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今天的梦想呢 我挺想把自己这个封门 很多年的这种情感 这种已经不可能再有的 这种情感 在这儿通过我的语言 还有音乐的方式 跟大家一块分享 它和初恋有关 太有关系了 现在我带来了 有几件礼物 来 请礼物自己上来 来 礼物 这几样东西呢 是我 工存很长时间的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 四喇叭 二喇叭 一个录音机 我的女朋友送给我的 你的女朋友送给你的 对对对 是初恋女朋友还是 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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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朋友是一个日本人 对 她是一个 当时在中国的留学生吧 几几年这个时候是 85年的10月31号 当时呢 是在一个万圣节 那时候他们是第一批大学生 她呢 当时是穿着一身 中式的那个 那个对筋服 对 我就觉得 她挺特别的 后来呢 我们喝酒的时候 我就跟她聊天 后来她当知道 我是学音乐的 她就 挺高兴的 所以呢 我们就聊天 一聊呢 就 挺有感觉的 挺有感觉的 这不 就聊一下就有感觉的 然后就 以后就每天呢 她会到音乐学院来找我 还有一件事 对我后来也有很大的一种影响 比如说 我常常看到她在睡觉的时候 你看看她睡觉 我不是不害 她会把那个 中文的词典 放在自己脑后面 这当枕头一样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你有枕头 她说 不 我要提醒自己 我在 一直在学中文 你会不会后来就 就 就 就把你这初恋情人的字典 倾听的测试 然后把自己垫在下面 啊 没有 不 有 你们一共在一起多长时间 五年时间吧 四年多 五年 那会是明星刻骨的五年 非常明星刻骨吧 最后 她回国了 回国以后呢 我们就几乎就没有再有更多的联系 在之后你有没有成立家庭 没有了 但是呢 前几年我去日本演出的时候 我去看到她 看到她了 看到她了 那么你几年前碰到她 至今有多长时间没见 有将近 将近二十年了 后来我见到她的时候呢 我觉得 一切都发生很多变化 当然发生了 她原来让我感觉是很骄傲的一个 一个公主一样的 会被签遍的 对 但是这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 她的孩子已经很大了 而且现在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主妇 所以呢 我觉得 跟我原来想象 对她的那种感受 完全不太一样 后悔吗 不后悔 我还是觉得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特别美 哪怕就是没有这种 就是那种恋琴结束了 还有另外一种 一种情感在里面 我现在基本上想听你 献给你那个刻骨铭心爱的 属于她的音乐 Thank you 我欣赏我 莫斯科教外的完善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莫斯科教外的完善 这个变作的都差点听不出来了 非常棒 谢谢刘洛 有五年刻骨铭心的爱 利用半世人生去回报 一种独自的守候 所以我想你是 你是个非常男人的人 那你的梦想呢 你的梦想刚才已经实现了吗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梦想 拍一部小小的电影 回到我过去的那个时光 留给自己做一个珍藏吧 就是你想回到重新 因为那段东西 已经不是我现在能够再有的了 OK 我还是很想的 你想他 你已经见过他了 但是我想你想的不是现在的他 而是昨天的那个他 反正就是他 好吧 杨老师 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所以你现在主要的困难在哪里 是资金问题 还是技术问题 还是技术 技术 你希望我们得到我们的技术支持 对 稍等 雅迪 雅迪倒是愿意出 我永远然帮他来实现他这个愿望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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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 我还有呢就是 关键是这个女朋友难找 女朋友 还有在这儿的 大家 这是第一次 我们这边平均质量都蛮高 如果有哪位姑娘被杨凡老师的音乐 音乐故事打动的话 你们可以深情款款地举起你们的手 我一定想办法 谢谢 勇敢地平均质量 你能得站起来 站一下 像吗 旁边那个更像一点 好 妹妹站起来一下 站起来一下 还真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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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灯感很有意义 这个灯将让你有底气 我们四级家园 我的兄弟许总 一定不能找提升 绝对不能 有道理 因为其实表面它在 我们弹的是琴 其实弹的是她的琴 那个琴 对 沉不住熬不住了 必须从那段琴出来 对 她见到她的前女友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 否则她始终是一个完美的形象 在你心中 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她 非常好 因为一个没有家庭的男人 她 她将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斗 而一个没有目的的战斗 是毫无意义的 其实我相信 你妈妈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 我这么优秀的儿子 居然没做过新郎观 情乃身败之 他只不过是你的爱好 他绝不会是你的爱人 如果他成了你的爱人 那说明你缺的就是个爱人 是啊 对啊 对杨老师讲的女朋友 他觉得呢 好吧 我们为杨老师 为他这个梦想投票 如果通过240票 我们世纪家园即可启动 爱情年线 准备投票 谢谢 1 4 3 2 1 开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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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3 2 2 3 3 3 排饭 好 希望 希望这么守候 能够有圆满的结果 美好的音乐 为你送心 一曲一无所有 唱出了杨帆多年痴心的情愫 专心希望 能用你的琴声和魅力 在爱情的海洋上 杨帆喜好 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 我来自北京 我叫江山 太极拳一般是老年人的运动 今天来到中国梦想秀的舞台 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 展现给大家传统的太极拳 感谢观看 音乐 这是一个像太极一样的花式篮球 还是像花式篮球一样的太极呢 我觉得美国人玩的篮球 中国人要玩 就要玩出点中国人的特色了 有参加过什么花式篮球比赛吧 有 参加过07年08年的 全国的花篮球大赛 代表北京队 获得了 获得了两届全国冠军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刚才 刚才我觉得不会是你最棒的 因为你的太极比较初级 我今天其实有带了我一个十几年来 一直跟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来 还带了一个人过来 对 请上 光光老师好 大家好 把你兄弟叫上来总归要给我们看一个什么绝活吧 我们想跟大家做个互动 可以在任何有支点的物体上转球 你确定吧 确定 什么叫支点先解释一下 比如说人的手指 你手拿着麦就可以吧 麦克风也可以 就像这样 麦克风的后面是个支点 加点魔法 亚迪 切日上海 亚迪 可以把他身上最优秀引以为豪的地方 做你们的支点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好 现在您只需要看着上面那个顶灯 扬起头了 再往上扬点 好 扬起来 哇 现在您只需要看着上面那个顶灯 扬起头了 再往上扬点 好 扬起来 哇 那是 今天上不就可以了 这样给他戴帽子 快要扬起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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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了 雅蒂 非常感谢 以后你这个头可以卖保险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的梦想是想去NBA的赛场 展现太极篮球 就是做他们那个当中的 一分钟的篮场这样 那就这样 对 我们一为了这个梦想 一直也没有上班 一直在想完成这个梦想以后 再去正常的工作 为他们的梦想投票 如果成的话 你会有这一天的 谢谢波波老师 很有意思 接下来祝你们好运 准备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继续热爱你们的篮球 为您的承受还是要向你资金 谢谢 美好的音乐为你们送信 谢谢波波老师 谢谢大家 感谢江山带来精彩的太极花式篮球表演 其实能不能去NBA赛场表演 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用这个绝技 让自己的生活越转越好 有请下一位追梦人上场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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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你 你好你好刘远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刘远老师 坐在轮椅上的这个女孩 曾是舞蹈界公认的 最具潜力的一颗新星 也曾凭借一支 胭脂扣 被张艺谋 选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 唯一的读舞演员 她叫刘远 舞蹈曾是她唯一的梦想 正当她努力迎接人生巅峰的时刻 生活却跟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在奥运会开幕式的最后一次彩排中 她不慎从三米高台跌落 导致高位解谈 听着窗外彩排声响 她日夜期盼着 能回到开幕式的舞台 即使是重新站在那里 都是幸福的 而当奥运礼炮正式响起的时候 她意识到 自己不仅失去了 那个令万众瞩目的机会 也永远失去了 崩起脚尖起舞的能力 但是舞台依旧是她内心的梦想 六年后 她带着孩子们的梦想 重回舞台 一切也可好 都好 你们两个人是如何结缘的呢 我一零年的时候 开始成立了 刘燕文艺专养基金 然后我们一年开始 资助孤蚕儿童学艺术 那范杰就是我们资助的小朋友当中 我觉得非常优秀的一个 她跳舞跳得非常好 所以在一一年的年底 我就为她编了这支舞叫 对她说 嗯 太好了 有多少 现在你们已经资助了多少孩子 我们一共资助了162个人 96个是孤儿 66个是龙儿 然后范杰是66个其中之一 范同学非常幸福 你看 你特殊的经历 又碰上一个这么特殊的姐姐 又碰上这么一个耐心的老师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我想要站在很大的舞台上 跳舞给很多人看 这个很大的舞台有多大 她实际讲到说 她想在更大的一个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就给了自己一个答案 我说那要不要帮助她实现 去国家大剧院跳舞的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我记得是我在08年的2月的时候 我第一次 我人生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跳舞 我跳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支舞蹈 叫胭脂扣 小范同学 你想站到更大的舞台 这个你如果 这个刘言老师把你带到了国家大剧院 你还会说 我想站上更大的舞台吗 其实 我想最大的舞台 在心里 就像刘言老师 虽然不能偏偏气 但是她照样能够我心飞翔 我们能够具体地帮上你什么忙吗 我想有12个龙人小朋友参演 但是也会有专业的舞者参演 因为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一个小朋友的演出 我们希望它真的是国家大剧院需要的一台艺术的舞蹈的演出 我们这个剧我们特别想叫26分贝 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年 明年年初 但是我们缺很多资源 现在缺口多少 服装实际我都还没有做到那个细致多少钱的那个预算 但我知道好像音乐大概是要7万块钱 你们开场这样的就是成作品的这种活动 有没有历史上有没有过 没有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 真的学 我觉得你要斟酌一下 你斟酌一下 因为办一个流言文艺基金帮助这些孩子 也是其实你梦想的延续 因为我想像一个孩子亦或是你 并不缺少一个灯光璀璨的演出会 但是要知道 我们既然做了就去做 做一点更加能够帮得到孩子的事 你说的是实话 我们进一个程序好吧 好 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我想问一下亚迪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 就是这个亚迪梦想基金愿意出7万块钱 非常感谢亚迪 你们亚迪愿不愿意真正到人人的基金里面去 也是帮助这些孩子的可以 我们孟之兰工艺也愿意和亚迪一样 就是加入到这个流言文艺专项基金当中 我们愿意出资5万元 这个很巧合 这边亚迪7万 那边孟之兰5万 怕1加12 你就是本来就是12个孩子嘛 对吧 金孩爱许总 你们可以在数7党10几个孩子 然后我这边所有的剧院面对为你提供 这几个剧院随便你挑 程式随便你挑 小胖同学 你不一定因为有了流言这样一个老师 就一定立志要成为一个舞蹈大家 舞蹈明星 不一定他只是你生命旅途中 一颗闪烁的小光点 祝你好运 准备投票 5 4 3 2 1 开始 5 4 3 2 1 开始 5 4 3 2 1 开始 去各自的精彩人生 感谢蓝金价官网 新浪网 新浪微博 新浪微工艺 时尚八杀 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腾讯威视 异性网易娱乐 搜狐娱乐 凤凰娱乐 百度贴吧 优酷土的网 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 乐视网 训练看看风情网 天意试讯 天涯社区 人人五六网 开心网 酷我音乐 酷狗 音乐 天天动听 三季门户网 360手机助手等平台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